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集的歷史漫談 我是你們的主持人Eric 今集我會 做一做我新的特別節目 歷史漫談 這個節目是一個歷史文化節目 也是一個我自己的一個台 開了一個新的節目 歷史漫談 我們今天是第一集 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叫Eric 本身是一個很喜歡歷史文化 以及一些歷史迷團 古迷團 我本身也很喜歡打機 開這個頻道 開這個新節目 目的就是想讓大家 如何說好呢 跳出自己的認知 用一個新的角度去認識這個世界 當然這個世界很大 我們永遠都認識不完 但我們可以用一個新的角度 去看這個世界的歷史 我其實就想 從華夏文明開始講起 這個題目 我覺得 很值得 去講一講 因為 這個題目涉及的東西 又多 而且內容 亦都相當豐富 每一集 亦都會有不同的題目 甚至是一個大題目 分很多集 都可能會有 我最重要是跟大家講到歷史 我們首先要知道 這個中華文明 相傳有五千年 但其實 有一件很大的問題 就是 據我們現在所有的科技找出來的證據顯示 在 三千多年 這就是中國的歷史物樂 究竟中國有沒有五千年 甚至 因為我們正常讀書就叫夏雙周 但是問題是 這個夏朝 至今也找不到 一個 它的都城在哪裏 雙朝的文物是有出途 但是夏朝的文物 一個都沒有 這樣就造成了一個問題 究竟有沒有夏朝這個朝代的呢 我們先看看一些地圖 這個節目最重要是看地圖 以及講歷史 所以會比較豐富 首先現在來到我剛剛找了一個地方 叫二里頭 二里頭的位置 位於今天的河南省的燕斯市 燕斯市是在哪裏呢 我們先開開資訊 先開開資訊 是位於二里頭 河南省 我們來到中原的河南省燕斯市 在這個燕斯市 在燕斯市的附近 有個地方叫二里頭 就是這裏 這裏 這裏呢 這個地方大家要認住 作為一個中國人不可以不認識 這個地方就是相傳夏朝的刀城 上面這個建築是現代建的 但這個地基就是夏朝 相傳就是夏朝的宮殿所在地 但是在專家找過之後 就發現 其實夏朝的刀城 其實這個所謂的刀城 我給大家看一張現白版的圖 這個就是夏朝刀城 我們看這張圖有什麼端藝呢 我看這張圖其實是有些端藝的 第一 夏朝呢 究竟存不存在都已經成問題 那何內有個這樣的宮殿呢 大家知不知道 這個河南省燕斯市的夏朝宮殿遺跡 據專家的估計是恩商早期 並不是真的夏朝的刀城 那為什麼它叫做夏朝刀城呢 就是因為專家認為這裡有晚期夏朝的遺跡 所以就把這裡認定為都是屬於夏朝和商朝過渡的一部分 但是我看起來就很服 你想想想如果四千多五千年前一個地基可以保存到今天的話 真的相當神奇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個所謂的夏朝刀城呢 大家看到裡面可以走的 有條走廊讓你走進去 但是這些就不只是地基還是什麼 這個夏朝刀城呢 因為大家要知道 如果 如果要證實一個文明的存在 是必然要有文物的 這個地方是不是沒有出土的文物呢 又不是的 但是它出土的文物呢 是一些雙朝 早期的文物 並不是真真正正的夏朝的文物 問題又來了 如果夏朝是真實的話 為什麼到今天都不能出土的文物呢 對於夏朝的記載呢 我們就看看一篇文章先 我們從這篇文章慢慢去 否釋這個夏朝的存在 我們放大一點來看 好了 我們現在看到這篇文章 就是昆倫邱與中華文明的源頭考證 黑黑我祖來自昆倫 昆倫山是中華民族最有 歷史性的曼山之祖 昆倫山是中華民族歷文化史上最具 具有曼山之祖的顯赫地位 古人認為昆倫山為農物之祖 什麼意思呢 大家經常看這些金融小說 昆倫山 昆倫山在哪裏大家知不知道呢 我現在和大家錄一錄昆倫山在哪裏 我們開一開一個工具 開一個路徑 昆倫山起源於今天的新疆 起源於今天的新疆 就是經過新疆 然後一直到甘肅 一直到廣東 直接到廣西 才停下 這個地方 就是昆倫山 我現在取消了 那些無謂的東西 大家就會看得更清楚 究竟昆倫山在哪裏 那我現在取消了之後 我再取消所有資料看板和工具列 大家就會看得更為清楚 那我們現在就來到昆倫山 昆倫山其實就在這裏 昆倫山是由新疆 這裏是中亞 阿富汗 巴基斯坦印度 昆倫山就在這裏 是一條長達 2500公里的山脈 所以 稱為中國的 萬山之祖 因為 其實這個名字和地理有關 因為 南部是印度版塊 北部是歐亞版塊 為什麼會有昆倫山的出現呢 就是因為當時的印度版塊 就在這個位置 撞擊了喜馬拉雅山之後 撞出了 現在的昆倫山 或者 昆倫山的南部 就是青藏高原 這一點地理大家要熟 如果地理不熟的話 我們之後的東西都很難說 我們看看 中國人就認為 他們認為自己的祖先是源自西北方的昆倫 問題來了 中國人認為他們自己的祖先是源自西北方的昆倫 昆倫的西北 是哪裏呢 即是中亞 今天的中亞和南亞地區 即是今天的阿富汗 中亞、伍斯坦 巴基斯坦甚至印度 西域 我們古稱叫西域 我們再看看 我們看看山海經怎麼記載 山海經對於夏朝的記載 慢慢看 西南海之外 赤水之南 流水之西 有人 以兩青蛇 成兩龍 明曰夏後啟 開上 濱於天 木齒天 木之野 高二千人 開 煙 得 此 歌 什麼意思呢 在西南海之外 在這個中原的西南海之外 即是現在的青藏高原 在青藏高原赤水以南流沙以西 赤水即是哪裏呢 赤水河即是在現在的中國西北的甘肅 然後我們看看地理 赤水以南流沙之西 流沙即是現在的塔哈拉馬干沙漠 赤水之南流沙之西 剛才說錯了 赤水之南即是現在甘肅 有條叫赤水河 然後流沙有可能是塔哈拉馬干沙漠以西 即是現在的帕米爾高原 帕米爾高原有人乘兩青蛇乘兩農 明藥下後啟 開上三奔於天 此天木之野高二千人 此天木之野高二千人 即是什麼意思呢 此天木之野 木之野 木即是有什麼意思呢 木即是 木這個字它本身有個意思的 即是說這個地方 是在一個很高的地方 木即是古文裡面 木之野高二千人 二千人應該是代表一個地方很高 超過二千尺的高山 大樂之野 夏後啟 此武九代成兩龍 雲蓋三層 左手粗魚 右手粗配獄 大雲山之北 周天子 周天子 下王朝 在這個中亞 認為 就是這個七十年代 發展的文明 赤水以南 李海以西 興都庫岑山以北 即是 現在的中亞 當時的人 究竟是怎樣的呢 那麼我們這一篇文章 我們稍後 或者我們遲些才會看 我們看看地圖 首先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中國的古代 是沒有國家之分的 我說是遠古 不是說 秦朝 漢朝 我現在是說 中國的 神話時代 是沒有國界之分的 他說的西邊 可以是陝西 也可以是中亞 可以是中亞 甚至是 埃及 伊拉克 兩河流域 都可以 所以是任他說 究竟這個 中華文明的源頭 在哪裡 看完 崑崙山之後 有沒有頭緒 那麼 我就找到一個 證據的 就是這個 哈拉帕文明的問題 我們看看地圖 哈拉帕文明 位於今天的巴基斯坦 哈拉帕文明 是歷史上 其中一個 神秘消失的 文明 神秘消失 是在公元前 十四世紀 公元前十四世紀 當時有什麼文明 在中國 就是三星堆 其實 我覺得 中國古代 是必然會有 其他文化民族 絕對不是 好像現在 某些人所說 租華文明 五千年 我們都要知道 究竟 究竟我們的民族 從哪裡來呢 我們現在要看看一個字 我們只是從這個 下字出發 去分析下條 究竟從哪裡來呢 我們首先 要知道 下字的意思 下字是甚麼意思 下朝自古以來 是我們中國文化的基石 結入了夏雙周 三個朝代 很多人就認為 夏文化必然是 最早 然後 雙文化是必然繼承夏文化 夏朝 至今 是一片亡然 我可以跟大家說 由於是沒有發現了文字 所以 夏 究竟是不是有呢 這個問題 也是 一個非常之大的問題 那夏朝到底存不存在呢 我們可以從地理文化 我會分析 夏朝存不存在 關鍵因素在哪裡呢 關鍵因素就是 當時 究竟 有沒有一個統一的部落 因為我們中國人的祖先 是一些什麼 是一些部落 我們祖先是部落 那時候 就必然會有 一些部落 好像城邦那樣的東西 但是 我們是發現不了 有夏朝有相關的城邦 大家知不知道 因為在其他文明 我現在和你分析一下其他文明 我開一開這張圖 這個中華肉籠 這個麵根 那我就把肚子 就不見了 不過是不要緊的 我們先去兩河流域 講講兩河流域 剛才我說夏朝 雙朝多少年了 三千四百年前 我當他夏朝 不知道是否有四千年前 四千年前 至五千年前 但是 在兩河流域的 蘇美爾文明 和我們中國人的文明 比較 蘇美爾的文明 是遠古於中國文明 因為 蘇美爾人 有多少年歷史 大家知不知道 大約七千年歷史 可以說是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歷史片段都留給他們 蘇美爾人的文明 是非常昌盛 他們的祖先 在差不多 五千六百年前 公園 即是 我們現在五千六百年前 已經開始 懂得去建屋 即是已經有些遺跡 因為我現在 可以直接上網給大家看 因為為了證實我的真實 我現在直接 在網上打蘇美爾 等我一會兒 我打了蘇美爾之後 大家就會知道 我說什麼 我現在就找了蘇美爾 蘇美爾 我剛才之前 和有些朋友都分享過 蘇美爾其實就是 世界上最早的文明 是公元前 2000年結束 公元前 4500年前 應該是比中國早 他們有承辭的 大家看不看到 我們看看 蘇美爾的遺跡 是有承辭的 但我們中國的夏朝 是一個承辭的 大家明白問題在哪裏 我們將這兩個文明做比較 我們就會知道 其實 我們中國人說的神話 是很站不住腳的 我現在開了蘇美爾 這些是畫 我們不看的 我們只看那些遺跡 他有一些城邦遺跡 我們按城邦就有了 他出土了這些文物 大家看到 我沒有騙你們 的確是出土了很多文物 講述了他們的城邦 這個就是 當時蘇美爾的宮殿 我們看到蘇美爾的宮殿 我們看到蘇美爾的宮殿 他在差不多5000至6000年前 已經有宮殿 但是我們的夏朝呢 剛才看到的只有地基 而且剛才大家在網上看到 出土了很多石碑文物呢 但是我們的夏朝 什麼都沒有出土過 所以其實中國的歷史 有沒有5000年 這個問題 我們其實可以迎刃而解 因為我們從其他文明 借鑑 我們可以看到 為什麼人家有 我們沒有 這就是證明一件事 這個朝代 可能是不存在的 可能中國人的歷史 只有3000多年 因為某些人的民族主義 就可以吹到5000年 還有我們可以從另一些角度來看 究竟中國人是什麼呢 我們要首先知道 其實夏這個字 其實本意就是西部 夏這個字本身就是西方的意思 我們看看說文解字 怎麼解 夏中國之人 從業 從銀 兩手 兩足 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具體來說 夏這個字就是唱歌的藝人 即是一些歌者舞者 拿著樂器表演的樣子 除了國名 夏這個字 還有一種舞蹈 其實不是夏朝的夏 古人的名字 都跟字意是相關的 所以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夏朝這個字 只不過是一個 名詞 它是 沒有特定的意思 就是它不存在一些所謂的 夏一定代表夏朝的意思 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華夏其實是統治集團 不是民族的稱呼 其實華夏 其實是一個 集團統治 是一個 是一個類似執政集團 統治集團的東西 它並不是一個真真正正的民族 我們搞清楚夏的本意是西部 剛才我說了 夏的本意是西部 問題 現在重點 答案就出來了 其實答案就已經很清楚 如果夏是代表西部的話 我們中國人的祖先 根據我們剛才的山海經的記載 會不會其實就是在坤崙山以西的巴基斯坦 甚至阿富汗才是真正夏朝的都城 我們看看現在地圖 我們地圖跳回中國 我們看看 因為根據剛才所說的 這篇文章 我現在手上這篇文章所說的 夏的本意是指西部 如果西部 結合剛才 這個所謂的 文獻記載 就是中華文明的記載 它說是解西北的 昆倫是指西北的意思 西北在中國地理的方位來說 就是指 帕米爾高原 中亞 西域一帶 那會不會其實就是 根本上我們中國人的祖先是源自西邊的呢 當然啦 有些人就沒辦法接受自己的祖先是外來的 有些人玻璃心 那就沒辦法了 我這個節目就是講這些 顛覆歷史的東西 我們看看一些文獻記載 例如上書 西土和夏是照應的 他說兆國在西土 他說祺山發牆地在西土 所以夏是跟西邊是照應的 就是西邊 我們以前 我們中國的古代人認為 西邊就是代表夏的意思 夏不是代表朝代 也不是代表我們什麼中華民族 什麼華夏民族 夏這個字的本意就是 解西邊 為什麼我要花那麼多時間去解這個夏字呢 因為很多人解不清楚 或者長期接受一種 所謂的華夏民族的觀念 導致他們對自己本身對這個詞語的解釋 是沒有辦法清楚的認識 因為其實我們中國文獻很多真實的都記載了 其實夏這個字 其實就是剛才上書所說的西邊 我們剛才對照上山海經所說的西邊的問題 我們現在再看看 看看有沒有木天子西柚 我們看看有沒有一個叫做木天子西柚的文獻記載 我們看看我們對這個夏朝的理解 我們就可以非常清楚了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基本上很肯定 我剛才已經跟大家說了一個觀念 大家從今天開始 一定要有一個觀念 夏這個字不是解朝代 是解西部 因為這個是上書寫 不是我說的 也是很肯定 上書寫的也不會錯的 我們按照來看 這篇文章寫得很好 他說在東亞國家 東亞地區暫時沒有發現夏朝的證據 夏雙周 斷耐工程不能平息 由於夏朝的爭議 其實很老實說 夏朝為什麼不可以出現在我剛才所說的印度 甚至巴基斯坦阿富汗 大家想一個問題 因為很肯定的事情就是 我們剛才所說的河南二里頭 是沒有出土過任何物物的 只不過地基 就是剛才那張照片 我剛才開給大家看 剛才這張照片 我很肯定的跟大家說 這個地方是沒有出土過 他聲稱夏朝的都城 但是 他沒有出土過任何一件文物出來 如果沒有出土任何文物 按照考古來說 這個地方就不可以是夏朝都城 當然 中國人 有時候是很不願意面對現實的 我們要明白一件事 中國人再不肯面對現實 我們都必須承認 山海經 山海經你可以當作神話 但是 如果上書都寫明 西部是指下這個字 是指西部的話 或者西邊的話 我們不得不想一個問題 就是 究竟我們中國人的祖師會不會是西邊來 當然 對某些人來說 這件事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但是我們都必須要現實地去看 因為這個所謂的二里頭 是真的沒有出土過任何的文物 大家知不知道在一個考古學的標準裏面 怎樣才叫做一個文明 首先你要有文字 有器物 甚至有 生活生產用的工具出土 那你才叫做一個文明 但是你現在夏朝是甚麼文明都沒有 那你怎能夠判斷為一個文明呢 所以夏朝存不存在的根本原因呢 其實就在於我們中國人願不願意去接受 其實夏朝是外來的 我們回到我們現在的一個最基本的一件事 回到這個題目 究竟華夏文明是甚麼 竟然我剛才所說的夏朝找不到 在中國境內找不到 可能是來自西邊的 那會不會其實 有些人就不願意接受 那你不接受但是你又找不到證據 那你怎樣去證實夏朝呢 那我給大家再看一張照片 這一張照片 是出土在現在的青海 大家知不知道這是甚麼 這些其實就是4600年前的麵條 你想想 很震驚 4600年前 這個青海的鮮民 一些油木民族的鮮民就已經懂得做這個麵粉 用一些小麥粉來打成麵條 但是當時4600年前 我們中國念夏朝存不存在 我們都不知道 但是人家都已經有一個這麼高的文明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去承認 人家是給我們先進呢 不應該去不斷去否認這件事 所以我其實呢 我不否認 我也都不反感 其實可能 中國的文明是源自 印度河的上游 都不出奇 甚至三星堆可能是 蘇美爾人 甚至是一些中東人 都不出奇 所以我們其實很多中國歷史的東西 我們不一定要用 某個角度去看 我們先看看這些東西 因為山海經始終是神話 但其實在這個 在這篇文章裡面記載 中亞有個叫古夏國 古夏國在公元前2300年 至公元前1700年 是在中間和中國的記載有差了200年 雖然它不能夠成為真正下朝的記載 即是我們不能夠確認它真的是下朝 但是也不要緊 因為我們現在至少知道下這個字是西部 那麼我們究竟 中國人的祖先是不是源自西北呢 甚至在更遠的地方呢 這個問題呢 我覺得雖然今天 未必能夠完全解釋到 因為這個問題本身是很深的 我們現在要知道一件事 就算是中國人的神話 而皇子孫 都是很有問題的 因為皇帝是在北方的 可能在現在的內蒙古 甚至愛蒙古 甚至是一些中亞地區 都會牽涉進來的民族 遇到黎柔去對打 將黎柔去南方 所以其實這些神話 本身可能是掩飾了一些政治成份 所以大家有時候 一定要有一個充分的 一個廣闊的歷史觀 大家去看一件事 要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 因為每一件事都有正面有反面 所以我們看東西一定要夠寬 所以今天很多中國人都受著 五千年的 華夏文明的一個謊言 但是我們看到很多中國的古籍 我不是只是幫 我不是刻意幫某個利益集團 我不是刻意幫西方說話 但事實證明了我們中國人的文明 在三千四百年就已經斷藍了 根本就沒有四千年 也沒有五千年 夏朝這件事存不存在都成問題 更何況什麼 延帝皇帝 這些根本是一些 神話 但是人家蘇美爾人 真的出土了一些都城 他們蘇美爾人 大家知不知道 蘇美爾人他已經是 有些城市 我讓大家看看蘇美爾人的城市 這就是真實的歷史 並不是我虛構的 我從來做節目是不會虛構的 我說的東西全部都是基於事實 基於真理 我現在看看蘇美爾的城市 這是其中一個城池 蘇美爾 大家看到蘇美爾的城池 大家看到 這些是沒得騙的 我告訴你 我們先把這張圖 蘇美爾人在五千多年前 就已經有城市 雖然這張圖 不是很清楚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這張圖 是出土在哪裡 在現在的伊拉克 大家知不知道 我跟大家普及一個字式 大家知不知道 蘇美爾 或者兩河流域 是哪兩河 是江底里斯河 和又法拉底河 兩河流都是源自土耳其 南部的山脈 伊拉克最後流入波斯灣 這個文明就是 五千六百年前的蘇美爾人 但是我們看回我們的下潮 就什麼都沒有 問題就已經 其實已經 呼之欲出了 這個答案 我們究竟 我們就算 看其他的文明 我們都會發現了很多問題 那 橡紅呢 橡紅 大家知不知道 橡紅在哪裡 橡紅是在現在的西藏 西藏有個地方 叫做 澤達縣 澤達縣在哪裡呢 澤達縣就位於西藏的西部 靠近現在的阿里地區 即是我現在 箭嘴圈著這個位置 靠近印度 當時 橡紅 橡紅是一個很大的皇朝 有三千年歷史 當時 在 青藏高原 是稱霸了十八個國家 成為了很強大的皇朝 當時呢 三千多年前 中國是什麼 中國是雙朝 雙朝 早期 甚至再早一點的下潮 根本就是沒有 但是人家橡紅就已經有這個文明 已經有這個文明開始 所以很明顯 因為我們今天就時間關係 我也要休息 不能夠說太多 但是呢 從剛才所說的幾個重點 我們就可以分析到很多東西 剛才我們說了什麼主題 我們說了下代表西部 說了蘇美人 說了這個橡紅 甚至說了很多關於中國這個文明的東西 所以呢 說到底 我們對這個問題 其實就不用這麼執著 也不需要刻意說 我永遠都不會承認 我的祖師是西邊 這些就是一種偏執 我們必須要承認有些東西 我們是不知道的 甚至我們有些東西 找不到證據 這些東西找不到證據 是不是一定是好事呢 可能是好事 也可能是壞事 無論如何都好 今集 也都帶大家用另一個角度 去看了中國的 五千年文化 其實就沒有五千年 只有三千多年 希望大家 就跟著我這個節目 再重新思考一下 究竟 我們中國人是來自哪裡 這個問題 和剛才下潮的問題 大家也可以在節目結束後 有空的話可以考慮一下 或者 有空的話 也可以在我的YouTube頻道留言 我們也會做一些更好的節目 讓大家去欣賞 我下一個主題 我還在想 首先 我們今天的華夏文明 就已經差不多了 所以 今集 就是很精彩的 剛才也說了很多東西 希望大家 借著我這個節目 再繼續 分享一下 中國的下潮 究竟 是不是 五千年 是不是這件事呢 還有下潮 有沒有可能是 源自中亞 可能源自巴基斯坦 印度 甚至阿富汗 這個問題 希望大家 結束後 想想 多謝各位 今天收聽 我們今天 第一集 歷史漫談 多謝各位 下一集